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同样是白色的一个标签 那它在不同的面上 不同这个体积上的不同面上 它的亮度是不一样的 那你靠近这边的那个亮度 就是亮一点 对吧 那你靠近这个面的这个白 它就变成灰的了 它是整个统一在这个面里面 所以同样的一个颜色 在不同的面上 它的亮度是不同的 是吧 只要画的白的时候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画成白的 那这个标签如果延续下来之后 这个标签就变成灰的了 这边就变成灰的了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从这个理论上的东西 到实践的东西 它是怎么过渡的 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橘子 画一个橘子 这个形 圆的我们已经粗略地讲了一下了 那个在前面讲形体关系的时候 圆的东西怎么画粗略地讲了一下 然后我拿这个拍一个图片 然后今天咱们可以画这个橘子 开始画的时候比较简单 开始的时候 学这东西的时候 那个 可以把它拍完之后变成黑白的 你看着就黑白关系就比较明明确一些了 是吧 这就是一个方法 我们开始讲那个画圆的东西的时候 就说了一下 圆的东西怎么画 就涉及到这个 一个球体 是吧 找到它的交界线的位置 具体的交界线的位置在哪 是吧 如果这个标准球体的话 先拿标准球体说 那么从这个一个点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立体的关系 对吧 那它从这个点到这边 它是一个弧形的过去了 是吧 整个过去了 从这个点到这边也是弧形的 从这点到这边 到上面 它是一个弧形的过去 整个是一个体积关系在里面 是吧 是一个圆的体积在里面 所以它这个是这么撞过去的 这么撞过去 它是一个体积撞过去的 所以你重要的就是找到 它这个体积的交界线 然后把这交界线画的有变化 对吧 边线上和这边比起来 边线要稍微稍微的注意点 稍微注意点这边线的关系 不要把它来画成一样 画成一样就没有空间了 你从这个点 从这个橘子的这个点 到它的边线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深 是不是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深 这个重深都有几厘米了 是吧 都有几厘米了 所以呢 要注意从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的重深的问题 那从变化上讲呢 那就是一个交界线 是吧 然后逐渐下来减弱减弱 从这边我上去 逐渐变成弱的了 从这到下面也变成弱的了 尤其是到底些 这个有这个 桌子上有反光 是吧 你看这个上面这反光 这个底下这反光就很明显 然后有一个白紫 对它的反光 是吧 有反光 然后那个这个亮部呢 这不是一块简单的颜色 亮部它是一个途渐变 是个灰的 远处它也是灰的 近处是亮的 远处是灰的 但是整个是区域上来讲 你像最亮的一块 你这就是亮部 对吧 这就是交界线 这就是暗部 这就是反光 是吧 有这几个点 那就画出这几个区域 这是一个区域 中间交界线 这个是一个区域 这是个暗部的区域 暗部里面有反光 亮部里面有高光 是吧 有高光的位置 所以跟咱们就画 那个色阶那个表 那道理也是一样的 是吧 你看这色阶这个呢 那我最重的 这个交界线的位置上 最重的这个位置上 我把它放在 这个最重的 是不是 然后呢 逐渐的像暗部呢 那我就整个这个 暗部的整个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暗部的区域里面 那我就给它画在 整个暗的这块里面 它的变化都在 这个范围里变化 那这亮部的区域里面 整个亮部的区域里面 那就在亮部的里面变化 对吧 往亮的区域上靠 往亮的里面区域靠 那就是亮部的这个变化 然后放光呢 它也是属于暗部里面的 对吧 它也是在暗部里面 这个区域里面做变化 最后的高光 很小的一个面积 高光是特别亮的 是吧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可能是 就是最高的这个区域 很小啊 纯黑和纯白的这个 这个面积 在一张画里面 站的比例都非常小 不可能站的站的很大 站的很大就显得空了 是吧 这个画呢 这画这个橘子呢 还是说的 开始说的这个 整体的宽 整体的高的这个比例关系 整体的宽 整体的高 用手量 量一个整体的这个宽度 和整体的高度的比较 看看谁更大一点 是吧 这是它的特征 是吧 这是它的这个基础特征 我每次都讲这个思路 整体的高 整体的宽 整体的高 它俩差不多 那首先就画一个这个范围 然后呢 就在具体的这个 画的外形的时候 外形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高点的连线 比如说 这个位置上 它是最低点 最低点 那我最低点到左边 和最低点到右边 这个这个区别 它最低点的位置在哪 是吧 那就是左边小 右边大 右边小一点 左边大一点 是吧 它俩比较 那我就找到这个点 找到这个点之后呢 我们开始画的是什么 是外形的中 外形上面的这个 高点的连线 是吧 外形上这个突出的点 落点是这 那这边有一个点 是吧 它这个趋势线比较明显 对吧 这是它的高点 完成到这个点 到这个点 到这个点 一点点 把这个高点的连线 做起来 是吧 你看 先画的是趋势线 趋势线 注意看这个点 这个高点 是吧 处在大概的橘子中间 在哪个位置上 是吧 处在哪个位置上 在这就是它的高点 就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画轮廓的办法 从高点连线 逐渐找到它的特征 然后找这个交界线 找这个交界线 这个橘子呢 它实际上 它不是一个规则的圆 它是一个有变形一点 所以它的交界线 从后面起 从后面起 然后到这 它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然后从这个关系上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到这个位置上 往下转 转下去了 这底下实际还有一个面 这底下实际还有一个面 它不是一个规则的一个桥体 所以它有它的特征在里面 是吧 然后具体的这个位置 我先给你讲一下的思路 然后一会儿我再画 因为你在这样的话 光直接要开始画的话 时间太长了 可以把这个思路讲清楚了 然后可以画的时候 可以拍一下快进的那种效果 是吧 它会比较快一点 清脆一点 这样 那它基本上 基本上是行 交界线就找到了 快点画 然后我就按照刚才说的方法 上下左右 就是那个 拿着宽高比这个 再会比一下 再会比一下 然后咱们把这个形画起来 我们把这个外形 现在画的基本差不多 外形内轮廓的线的位置 基本都有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 画这个调子上的事了 是吧 开始画这个明暗调子了 我们还是先从自己 这个离我们近的这个位置入手 你看它这个边缘的 这个位置实际有意思 它是有一点分量的 有一点重的 但是你要考虑它和前后的这种区别 空间上的前面和后面的区别 所以我们还是从前面这块入手 具体的从交界线排调子 这个我们开始讲那个 画线和画调子的时候 也讲到这个问题了 一点点往下画 然后注意它这个交界线的特点呢 就是要注意它的宽窄 方圆是吧 有多宽 有多窄 是方的 是圆的 是吧 这是它的特点 就是交界线的特点 想把交界线画丰富 就是这几个字 宽窄方圆 是吧 我们一来点把它调子就这么上 根据它的特点 一来点往下画 别着急 这个整个是按部的这个调子 是吧 画法有很多种画法 具体的就是每个人的用线的方式方法都不同 这个是不是个死规矩 啊 它这个上面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小的相当于一个灰面 然后它的高光是在这个位置上 是吧 然后我们的高光的下面这个 注意它高光这个点啊 这条线的位置我们也给它标出来 这是亮部里面的它的这个区别 就是你具体画它一个橘子 说是它的一个特征 这个开始在训练的时候吧 要知道一点 具体以后说你想画成什么样 这就是自由了 不是说只有一个方式能够表达你的感觉 这种表达方式的感觉有很多 这个不是一个唯一 要涂一涂 涂一涂大概 然后再给大家边讲边话 要么这耗的时间太多 但是这种表达的安全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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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到这一步呢 我们就是把一个基本关系布置出来 简单的布置出来 一个是形状的 一个交界线的位置 大概的亮度区域 暗部的区域 亮部的区域 大概的位置 都布置出来 然后大概体积的那个关系 明暗的关系 投影的位置 把大关系画起来 画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围绕着交界线 开始做细节了 就需要一点点做了 这就需要 飞很长时间了 飞功夫了 然后 一点点做起来 把整个的画面感觉做起来 我就拍一点 那个颜色摄影 那种快的那种 然后把这个过程 颜色出来就行了 我们刚才画了一下 刚才用了那个 那个颜色摄影 快画了一下 你看它这个 上面的一个区域里面 一个面 上面的区域 然后暗部的区域 对吧 这里有一个区域 底下有反光 画的时候就是点上 这个赢着光的区域 对吧 赢着光的区域 然后最亮的区域 最亮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交界线 交界线重的位置 在这从这往这过渡过去 对吧 然后这边是一个区域 这就是开始说 我们就找形 先找一个形 然后找交界线 交界线的变化 然后分明暗 那我明暗 我们已经讲完了 明暗分区域 明暗里面 亮部的区域 暗部的区域 然后亮部里面区域 里怎么变化 暗部里区域怎么变化 投影 是吧 前面实的 后面虚的 前面强的 后面弱的 这种虚似强弱的 这种关系 在这个画的时候 都要体现出来 这是我们开始讲的 那些道理 都在这里面 是吧 开始入手的时候 注意的是形 外形 还有体积关系 空间关系 是吧 就是形 这是第一个部 然后是体 然后是体做起来之后 实际上它就有空间关系了 是吧 这就是空间的问题了 空间关系了 然后呢 把这个关系都做起了之后 再往下 就是做一些特征 是吧 特征 特征 特征做 基本做完之后 最后呢 做一点细节 是吧 细节我们实际没讲太多了 我们最后可能还要讲一点质感 是吧 质感实际就是这些东西 再往细化 它就有了 强调局部上的那种变化 反差 就是这个 所以思路就是 从这个形 到这个体 体建立下来 空间就有了 是吧 然后开始找一些特征 然后再做一点细节 这就完事了 整体再调整一下 是吧 整体再把明暗节奏再调整一下 是吧 行了 今天的课就这样啊